接近学期末了国立东华大学副小7号晚间 特别在花莲县文化局演艺堂举办了 2023艺术性社团联合成果发表会 有200多位的学童轮番演出呈现学习成果 也让所有家长看见孩子站上舞台所散发出来的魅力以及自信 2023国立东华大学副小艺术性社团联合成果发表会 7号晚间在花莲县文化局演艺堂盛大登场 200多位学童轮番上阵 要向家长们展现出自己的学习成果 副小有好几个艺术性的社团 过去都是单打独斗在学校里面办期末的成果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让这些社团有一些横向的联系 因此今年特别把这几个社团整合在一起 办了一场大的联合演出 这次演出的社团包括幼儿园的开场舞 以及舞蹈班国乐团闲乐团长笛团等等 孩子们在台上卖力演出 家长们看得目不转睛 不少人更是拿出相机要把画面记录下来 现场800多席被做得满满满 也不难看出副小家长对孩子的重视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东华副小包校长 还有欢迎市公所卫市长 还有我们非常多文化局的一个志工伙伴一起来协助 副小的孩子们来举办这个一起舞动的这个活动 那也可以让大家看到副小所有的孩子们在社团所学习到的一些成果 那不只是小学生 还有幼儿园的精彩表演 那么未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孩子 都能够朝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方向去发展 那我们会继续支持东华副小各项的活动 东华副小提供孩子表现的舞台 不仅呈现学习成果 也让所有家长看见孩子 展上舞台所散发出的魅力与自信 记者徐立芹 怀连市报导